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四川卫视俄美传奇世界格斗冠军赛 第九战成都战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四川大学体育馆 我是解说员东尼 我是董江涛 好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70公斤级的超级战 红方学手柳雷对阵蓝方学手来自日本的臭祥锡 臭祥锡的资料显示是因为日本的演艺明星 出演过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就是三打也练过 泰拳也练过 现在呢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 这个算不算犯规呢 对手应该在靠近绳脚的时候不可以用手拉这个绳脚进行辅助的这些动作 应该是算一个小小玫瑰是吧 对 左腿的高扫的时候 重心失衡倒在地上 哇 这个后手拳的追击 我们看从拳法报价上啊 这个凑湘西的拳法 我们现在看这个双方的身高都比较接近 身高臂展的都比较接近 现在柳雷呢不但用前手的刺拳呀 在进行试探 好 这个 柳雷 啊 报价还比较开 好 来自于柳雷的一个袭击 正当 报价比较开的话是给 会给这个对手 对手的这个拳法的打击 直拳 摆拳以及勾拳的这个直拳打击的角度 打击的漏洞会更多 更多一些 对 因为我们看这个凑湘西因为他曾经有过MMA训练的经历 所以 哇 刚才是柳雷的连续的两季的这个 对 整个 哦 刚才说到这个凑湘西有MMA训练的经历 所以在他的报价 因为报价比较开的话 重心低会非常的对自己的爆摔 就已经做一些tick down的一些动作呢 非常有力 所以这也是他的 基于他的一个训练的习惯吧 第一集比赛还有十秒钟 柳雷后腿的低扫 直接让对手持续平衡 连续第二腿低扫 连续低扫 势头正在 正在上 出于上升位置的一个年轻的选手 好 我们看凑湘西连续的前法的这个干扰 好 连续前手刺拳干扰 但是前手刺拳似乎对柳雷的这个进攻没有太大影响 柳雷连续的拳法的反击 好 连续组合拳的追击 好 我们看到刚才凑湘西的这个倒地啊是这个 不是因为柳雷的击打倒地 而是因为他连续的进攻持续重心 好 连续了 这是个非常清晰的两个连续百拳的 重击 裁判现在在给凑湘西多秒 凑湘西还要来继续战斗吗 但是已经被扣得要两分了 对 柳雷来抓住机会 又一次出场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好 在的地下 红封 第二局 四十秒 TKO获胜